斗志昂扬的东哥曾经酿成了落水狗 万赫达来到梦卡也要看二梁的眼色 往日云和梁大佬沉溺堕落至此 是否是民怨沸腾 万赫达为什么非要带好东去梦卡 跟着跟贩毒牵涉的人越来越多就带 独消暗地里的权势也越染纸上 王毅坤说 二十年前李林的余总妻子真是杨兴权老婆 仿佛全部的证据都指向杨兴权 他是大boss身份就板上砸钉了 咱们来梳理一下杨兴权这条线 看看他是大boss的可能性有多大 杨兴权在梦卡的十年 林德赞由于杨兴权老婆的死不停很惭愧 为此他帮杨兴权抚养女儿杨玲十多年 在杨兴权眼前也老是挨一起 以前林德赞奉求杨兴权帮手查询 拜访吴振锋三年在梦卡做了什么 杨说个一句 吴振锋在那里待了三年 谁又会那么干净 那杨兴权本身呢 在境外梦卡十年 他又干净吗 这也是为何听到王毅坤说 二十年李林凡杀了别的一个毒贩老婆 就想到杨兴权头上 继而向陈副总队 哀求调查杨兴权境外十多年的履历 杨兴权与琼姐是什么关系 琼姐是余老板的公骨线人 二两面临她都要畏惧半分 在卓老板面前也彪悍得很 如许一个锋利的角色 在杨林小的时候抱过她合影 说杨兴权不了解她 鬼才信赖 不外 在此阐明杨兴权是余老板 仿佛又有点果断 杨兴权还能够为了靠近毒销团队调查 才接近穷且也说不定 杨兴权的解体与淡定 他对女儿很在乎 他很仇恨福寿高 因为毒贩杀了他老婆 吴振峰住在杨林那边 他各类否决 因为吴振峰与毒纠缠不清 他不想让女儿堕入伤害 作为一名父亲与丈夫 杨兴权的表示看似一样平常 似乎又有一点过了 杨兴权有几个分歧的面 家资拒万 茶厂被烧 崩溃得脆弱不堪 看到陈瑜等人偷查公司财物 一脸的淡定 杨兴权是不是有种 一种敌武的气质 一点都不像只是一个茶厂老板 杨兴权的关系网 他与邻居认识几十年 女儿男友是差人 与万和达有生意 在梦卡十年 与穷姐仍是旧相识 这关系网很不一般 杨兴权即便不是于老板 也绝对不是纯真的茶厂老板身份 他身上带着大boss气味 写到莫了 剧中的于老板一直没有呈现 打电话给二两还用变声器 说明他必定是已经在剧中出现过的人 为了惹人耳目 已是挑选变声器 他会是谁 若是说杨兴权是于老板 不少人会相信 如果杨兴权不是于老板 他会是什么身份 莫非他和吴振锋同样 为了给家人报复 洗明镜 不得已挨尽毒销 想要凭借着自己的气力 摧毁全部贩毒集团 他因为毒品落空了亲人 经受过毒品带来的痛 应当不会去贩毒去害人吧 逻辑上说欠亨 除非杨兴权从头到尾都是在贩毒 而后老婆才被害 可当时他贫无力追 怎样都不像毒贩头头啊 杨兴权 你到底是黑还是白 如今下结论大概言之过早 于老板是于苗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我根本就公安 你不得了吗 我跟低于你 我也不得了吗 我应该不得了